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电 放到KING POWERBOY一颗手雷制导到了地点 走准制导 格子刚刚出枪也是放到了QC 看到了一个侧身 格子在捏雷 这是一颗顺暴 POWERBOY不躲吗 躲掉了 高打敌 有一定优势 但对方手里是一把SOK 最终是腰射 拿下胜利 锁住了 这是0.0000001地鞋 提到了K1的经典 奇迹航跟炸宝两个人的配合 先打掉孟阳 左边的击倒信息一传来 TT这一架可是需要打的 炸宝也传来捷报 阿杰也倒地 但是现在两支队伍都是双人编制 谁打谁就不一定了 雷仔这波架枪 一丝血 又被炸宝给驾残 而且蓝点的叮当 放倒了雷仔 那静点这里 K1要一鼓作气了 但是从后点出枪 炸宝被补掉 静点七级豪能顶住吗 放倒了星辰 阿杰的血量还没有打起来 一步跳射过后 两个人的血量都是差不多的情况 这中隔着一个门槛 七级豪完成了三连暴走 同样的ACT的小帅 也收下了七级豪 带着一辆暴贝的载具 带着自己残缺的健康值 另一边打拳 被倒在眼前 这是两队之间的一个互换 Beautiful 顶在一线 他有一个打pick的机会 他也正式利用这一点 放倒了北渊 并且还能补掉一分 另一边86从后点支援过来 最终还是被Beautiful接住 好快的枪 Beautiful 默默倒了 来自阿杰的枪线 JD能捕捉到吗 还要出来吗 出来的话可能会吃外围枪线 不过北渊的身材非常灵敏 这是干嘛呀 小哲一颗手雷放到JD两人 隔壁之前的这颗眼痴雷 给他又创造了一次单跳的空间 能穿吗 能穿 又是小哲 决赛圈是浙江RST大战北京微博 77分的分数对阵74分 导师是引爆载具带走了明皇 有没有机会服呢 要看一下格子这颗手雷 这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应该是可以提前宣布了 这一场决赛圈的对决 胜利的天平全数压在了RST身上 真的吗 但是封少用他的手雷创造了一丝空间 那现在对于微博来讲 他需要迅速地把自己的 枪线给扩散开 再有一个就是 SUK那边能不能够给到队友的信息 我这边小人跑得比较慢 我这边是没花装 导师快走 快离眼猫远一点 刚刚倒地的位置很有可能 会吸引到对方第二个投授物 这个时候SUK他站起来了 他最关键他来到了厕所 他找到了掩体 有掩体可以操作 现在的关键就放在了 两支战队的侧翼上 闪电成为了正面的主攻手 北侧一打倒了 SUK又是他 在正面的对决当中 连续的两次给自己 极限的团队当中 创造吃鸡的希望 WBD还有一颗手雷 但地里的位置好像是暴露出来了 丢了一颗闪 白闪 北京微博的位置 被锁定到了厕所的后面 黄刺这个位置 是有机会创造高光的 是的 要看一下像素的枪 爆头放到了黄刺 我的天哪 三人猛创 最终是北京微博拿下了 这场比赛的胜利 让我们攻击北京微博 太狠了 这一只鸡吃得太狠了 在最后决赛圈的阶段 SUK个人的发挥超群 带领着团队获得了这局的胜利 不得不说 不得不服呀 真是有东西 真不得不服呀 如果说上一周的夺冠 是团队的协作 加上明明的超神发挥的话 那么这周微博 再次能够冲击州冠军 就得靠他们这个奇思妙想了 没错 不得不提 他们能落哪儿呢 你上了散包 只是人字画了一品 这一那 咱们落在哪儿 我有一个很好的推荐 就是在天霸的南侧 你问问天霸他们同不同意 天霸的南边有座高山 直接落下去能打赢了 我还没上啊 我上周淘汰打33个 你们就这样把我忘了吗 我现在是我明皇的时代 你们就把我忘了吗 之前我们听说过 我还没上车 没有想到这次是直接没上飞机啊 我还没上机 看来 他这 这张旧机票 已经登不上新时代的 这辆飞机 这架飞机了 不是 他们在飞行过程当中 S.U.K.在这边布置战术 我们待会儿落地之后 野望你明前一点 导师你加厚点 明明你跟我冲 明明说 好的 我冲啥啊 我冲啊 他现在坐着不不在冲啊 当然了 收集这个灰鞋 我们来看一下 微博这个时候能往哪儿落 不行 我忍不住了 确实 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不许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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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寸